哈喽我们来看第24 24是关于分词的问题 其实分词是个大话题 大话题 有了分词之后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展开 不过作为一门基础课程 或者是这种最浅进的这种课程的话 我们仅仅是作为一个非常粗浅的一个探讨 那首先对于一个分词定义 它是把它定义成了一个所谓的形容词 首先它的中心是形容词 然后它定义是以一个动词形式 所以核心它还是个形容词 尽管它有动词的一些特征 我还记得我的希腊语那门课 就是a sleeping girl a sleeping girl 一个睡着的 睡着的 你可以说它是个现在分词 来做了定义用 它起到的其实是一个形容词的功能 而不是一个动词功能 但它又是一个现在的分词 所以它是现在分词的话 它又有现在实态 它好像又有点动词的事 因为名词或者形容词是不可能有实态 这类的艺术的 而另外一点就是 有些书本其实是把它归类为一种语气 归类为一种语气 不过严格来说呢 它跟语气还是多少有点区别 我们的书本是把它认为是一个名词形式 但是我觉得这个比把它归类成个语气 好像离标靶更远一点 因为它明显就不是个名词 那你说它能不能拿来当一个名词 又拿是后话 但总体来说 它应该是个形容词的界定 所以我觉得书本把它当一个名词形式来看 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 然后这里说到了它是一个形容词 同时它又有的动词特征 因此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那动词的所谓特征 动词的话 我们谈到了动词 它有实态 有语气 然后有语态 对吧 还有人称啊 数啊 这类的事 而如果它是形容词 形容词我们说它有信数格 然后它有所谓的变革类型之类的问题 但是它没有那么多 对于跟我们之前学的所谓成数语气来说 它没有成数语气那么多的事态 成数语气我们有六个事态 对吧 六个事态 我们当时在讲事态导论的时候 说到我们把六个事态可以砍成三和三 三和三 也就是现在将来 现在将来的话 有三个事态 然后比较过去的 有三个事态 或者你也可以说 带着完成两个字的有三个 不带完成的也有三个 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的哪六个是吧 现在将来 未完 把这仨放在一块是因为他们的词干差不多 再来完成 过去完成和将来完成 三个带完成的家伙 而对于分词来说 我们这里三个 现在分词 完成式分词 和将来分词 没有上面的六个 比如说就没有什么过去未完分词 或者过去完成分词之类的事 而且呢 它作为一个非位语动词 其实它在使用上 它在使用上 其实也有它自身的很多很多有趣味的特点 哪怕你要把它当一个 这个 可以跟别的东西合在一块 作为未语来用的话 那它往往也得搭配着一些其他的东西 才行 它自己是做不了未语的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就是别看着它好像有比如说将来时态 它有什么现在时态 但不要认为只有在现在时的时间里面才用到现在分词 不是这个回事 英文其实也是一样 英文其实也是一样 比如这个 he went to the church 如果看这个动作发生的时间那是过去了 那过去了 但是你会发现后面它用的是现在分词来作为这个方式 来作为一个方式状语 说chatting and laughing 一边谈话一边又笑着的去到了教会 那这地方的话 它没有用比如说完成的之类的事 它用的是个现在分词 所以这个现在分词在这里面并不表示真真实实的现在这个时间 它反应的其实是一种动作发生的方式 所以这地方我们用的是所谓aspect aspect 所谓动体 它表示的是未完成体还是一个完成体 比如这地方它就是一个未完成体 而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在发生着的事情 好我们来看看磁形 磁形 既然有三大类 我们也就是三个表 但这个表呢 也不需要完全列完 不行我们来试试 比如laudare 我们的第一边位的家伙 laudance laudantis laudanti 如果我们来看看它的尾巴的话 第一个 第一个 加的好像是一个nth的尾巴 第二个是ntis的尾巴 ntis尾巴 第三个是nt的尾巴 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 它加的都是nt的尾巴 先加一个nt 然后在nt基础上 是吧 nt基础上再加了个谁 加了个s 然后t和s不能共存 也许是t就没了 laudance 而这个加nt之后 nt我们说了 有将前面的语言音缩短的功能 所以这地方啊没那么长 同时加了个is 这是我们第三变格的 相当于一个标志 就是它的单数的数格 是一个is尾巴 这应该算是一个 第三变格的一个小标志 包括这地方长一也是符合你第三变格的期待的 下面没有写下去 没有写下去 比如说宾格 你还知道是谁吗 没错 是不是个m的尾巴 对吧 没有写下去 因为它按照第三变格来变 我们看第二个 moneri 第二变位 monen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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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是一样的 先加个nt 加个nt之后再加个s s跟特不能共存 于是特没了 然后这边 加一加意思 加意思 该加一加一 这边 regri regen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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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差不多 这边 audire audien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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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无非就是在后面又加了个a 跟这里差不多 在磁干的后面 加一个a 加一个a 这也是加一个a 对这地方的话应该是个长的 但是受到nt的影响 这地方肯定就是个短a 我们来看看它的完成式这边 所谓完成的分次 完成分次其实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你可以把它认为就是加了个ed 不过这个意地呢是用这个来表示的 tus 然后ta或者是tum来表示的 比如laudare变成laudatus laudatus laudata laudatum 对吧 它是一个所谓的一类形容词 也就是第一第二变革的那种 比如这两个就是第一变革 i第二变革 然后r是一个第一变革 然后moneri 只是这个地方它有个所谓的弱化 不是monetus 而是monitus monitus monitus monita monitum 有个弱毒 弱化 然后这边regri regri 对吧 好像一个是reg 但是t跟g有点打架 t是一个轻辅音 然后这东西是个着辅音 然后这有点打架 所以他把它改成了一个轻辅音的发音方式 rect rectus recta 和rectum 最后一个audire 把re去掉之后 什么叫tus auditus audita 好 这是完成 再往下动 将来 将来 laudare laudatrus laudatrus 还是把re去掉 但是加的是一个tourus的尾巴 tourus尾巴 也很好记吗 我们说future那个词 future那个词 futurus 你这样去写 好 无非就是使用了他的这个尾巴 tourus的尾巴 这里也是monere monitrus monitrus 还是弱读了 然后加了一个tourus尾巴 regri rectus tourus尾巴 然后他又是个第一类的 然后他又是个第一类的 所以他在变格上 其实比起上面那个第三变格 应该还要再简单点 你应该更觉得变起来容易一些 audire audire 把r去掉 直接换上一个tourus的尾巴 连那个小a都不用插进去了 那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其实这两种的分词在变形上其实还容易一些 前面一个可能变化的规矩还要多一点 我们也稍微 拿一个来试试 拿一个来试试 比如说这个 第二个 第一句话里面没有这个分词 第二个 nonquea boki negotiadores vindunt setquea vindentes fraudam emmentis 他说nonquea不是因为 boki 很少很少 说 negotiadores 商人 卖东西的人 做生意的人 那 不是因为很少有商人在卖东西 vindunt 而是因为什么 setquea 因为 sepe sepe 经常oven 因为经常vindentes 这就是我们 vindunt 如果说这个是他们卖 那这里就是一个分词 vindentes vindentes vindere 是个第三变味的家伙 vindentes 那 那 就是说vindentes 然后 proudant proudant 欺骗 然后 emmentis emery my my 那 后面是一个这样的ent 然后再加了一个estweb 如何 很显然嘛 这是我们的现在的分词嘛 对吧 现在的分词嘛 不过是它的复数吧 对吧 有ent 然后再加上一个web 长的ace的web 它属于我们的第三变位 第三变位 还是这句话 后面的练习 我是已经录出来了 你自己往后看就是 我欢迎你在做练习之前 先把这些东西 先自己做 尤其是easyletting 其实是很简单的事 同时呢 还有一点就是 分词这地方是拿来当了一个 名词来用 或者你说分词 它是个形容词 形容词的名词用法 所以这地方的话 不是卖着的 或者买着的 而是卖方和买方 或者 这个卖的人和买的人 OK 行 那这部分就说到这么多了 下一课见